这些我们都理不需要理会 这些是铁水和泉干这些 现在只要是这个部分 这边的话是手洗的部分 洗完之后的话 比如我们用这个 这个的话应该有洗的时间会长一点 但它可能有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 我们当它洗完之后 我们现在用泉干了 泉干了之后其实那些泉干还是很坏的 我们需要把它调校到这里 比如说我们有五六透 或者是六七透三的话 就用这个 这个意思就是很多三负 需要用长时间的泉干 这个是少一点三负 三负比较少的情况下 就用这个 这些其实只不过是什么羽絨 羽絨之类的泉干 这三个部分都是用来控干部分 这边的话基本上都是洗衣部分 这两个是过水部分 羽絨、羽絨之类的洗衣方式 实际上控干的话就是靠这三个 这三个是控干 不少生的话就用这个 多生的话就用这个 好 好